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去 wedding expo 的时候 他就抽奖 抽到讲说你可以免费租一辆这辆 BMW 一天哦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哦 中奖嘛 他在 wedding expo 抽奖 中奖 可是他中奖了之后 他就去 redeem 他的奖品嘛 然后去那个公司就跟他说 对 我们可以让你免费租这辆车一天 你不需要给那个 rental fee 但你需要给 deposit 这对母子 请你们出来面对一下 好不好 你的资料已经满天费了 还有不要说高诽谤啊 请一个律师高诽谤的话 你不如把钱还给股主 股主们全部都有那个 tribunal award 在手 你一天不还他们钱 他们每天都好像噩梦这样 来找你 Hi YouTube 大家好 我是李伟康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 我有两位特别的嘉宾 分别是 叶思妮 Hi 大家好久不见 好 然后在我右手边呢 有二霸律师 William Fu 大家好 为什么要咪咪咽 对 那么今天呢 为什么特别请两位上来呢 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 斯妮呢 她分享了一个贴文 而那个贴文呢 是说 有一个凝视的这个事情 然后她就揭发了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可能有关系到一个公共利益 因为我们尽早去揭发的话 我们尽早让更多人知道的话 可能就可以让少一点人去上当 然后减少这个损失这样子的 这样整个事情我也不太懂那个来龙去脉 所以我就今天 还是我先讲来龙去脉 好 所以我就想 就请斯妮你先来说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OK好 所以我先讲这一家公司 它其实是一家租车公司 那它基本上租车呢 会租给大家做婚车 或者是租给大家做这个 反正就是你要做什么 你去租车就对了啦 然后可是他们租的车 跟一般你看到你去朗高位租车 那个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你可能朗高位租车一天 大概是百多块吧 如果你租最便宜的 可能Bezza 反正这种普通的国产车 可能都不会到这么贵 可是它是专门在租豪车的 就是可能 Tesla Volvo 然后Masalati 然后BMW等等的那种车 然后也有一些 他们在我的这些四组里面呢 有一些人 大多数人是因为结婚去租车的 就因为结婚他们想要 用一辆比较漂亮的车去接新娘 所以他们去租车 那也有一些人是因为 那个时候Tesla刚刚来Malaysia的时候 他是没有 他是没有的Tes drive的嘛 对不对 那他们那些想要买Tesla的那些车主 他们就想说 我先去租个两三天来Tes drive 才决定我要不要买这辆车 反正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去租车啦 接触到的方式也很不一样 有一些是在2023年的Wedding Expo上面 接触到这个公司的 那有一些是通过这个公司的社交媒体 接触到他们的 反正就是整个租车的过程就是 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去Wedding Expo的时候 他就抽奖 抽到讲说 你可以免费租一辆 这辆BMW一天哦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哦 中奖嘛 当然很开心 然后结果他们中 就是那个 第一个出来写的那个女生 就是很近期才发生 这个争议的这个女生 他就是这个情况 他在Wedding Expo抽奖 中奖 可是他中奖了之后 他就去redeem他的奖品嘛 然后去那个公司就跟他说 对我们可以让你免费租这辆车一天 就你不需要给那个rental fee but你需要给deposit 你要给这个押金啦 然后deposit呢 是一万块 因为 那当然那女生就想说 哦 那个车这么贵 那你要 你要让我给一万块也是 就是没问题嘛 而且 更加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他是在Wedding Expo看到这个人的 然后他有用一些 网红做过宣传 就look like very solid 没有问题 那结果就 好了 就没有问题了 就租车 结果租车了 过后到了 还车了之后 问题就来了 那个人就跟你说 你有超速的问题 然后车子可能有一些损坏 或者是有一些损毁 那我们这边就不推你押金了 那绝大多数的事主 都是在讲一句话 就是说 当他们还车了之后 就再也联络不到这家公司了 就是打电话不听 然后send message也不回 就是有 每一个事主的故事 都有一些小落差 但大致的故事是这样子 在你手中 你现在算是这一个 事主受害者 关注组的 对位 关注组的群组 群组啦 对 所以我也相信 因为你有亲戚也是受害者 所以你才会那么积极的 去更新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说 在目前你联络过的 这个case里面 有多少个已经上当 或者是有同样类似情况的朋友呢 吃榴莲的位 现在通过GoTasty下单 好吃的榴莲 就直接送到你门口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料啊 猫山王一盒68块 红虾一盒49块 XO一盒39块 现在无论买什么 只要说你是李伟康的听众呢 就立刻送你够好吃 popcorn一包 通过GoTasty 买榴莲的好处呢 就是保证买到真货 而且不用担心受骗 还等什么 快点下单 一面吃榴莲 一面看我的影片的位 朋友呢 没有 其实我们那个关注的组里面 我不讲其他的 我讲已经报警 或者是已经做TTPM 你要有 有人两个都做 有人只做其中一个 反正只要有 我会让你进到那个群组里面 就是You have done either one 然后 那个group里面就有八个case 然后 那些 前后有来找我 跟我说 他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就不算了 因为 确实在 很多人 在租车之后 遇到同样的问题 他们可能就去找一些 前面也租过车的人 就是 which is 已经在我们那个group里面的 四组 他们也有陆陆续续来跟我说 但是他们都 可能还没有付诸行动 去报警 或者去报TTPM 我都没有让他们 加入这个群组 然后 我post了这个文之后 录后面 也还有人来跟我讲 我也是受害者 然后 所以 你可以想象到 绝对是 more than 8个case的 所以 对 就是more than 8个case 所以 我们也有住过 我也住了 我们也有住过 住过车 这样他可能也不会 拿到一万块的 这个押金 那么多 可能是 一个五百块 然后最多是一个 八百块 这样子的 所以 我的印象是这样子 那 如果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来到了 这个法律的 这个层面了 我们要 请问一下 28律师 你遇过 那么多的 这种叫做 商业诈骗的案件 从你手中进过 这一种 其实算是 商业诈骗吗 它能够 consider 商业诈骗的 范畴吗 如果你一开始 就讲是 商业诈骗的话 斯尼就会被告 如果你讲 人家诈骗 他一定会被告 原本 斯尼联罗 我的时候 询问的时候 我说你千万不能 讲人家诈骗 老钱 他一定会有一对 罗友在后面 不然这样做老钱 七百张 对不对 但是 这个case有一点 很好的一个转折 就是 苦主们 就是受害人 全部都去 消费人 仲裁庭 来寻求 那个协助 而且 大部分都已经 拿到 那个 tribunal award 意思就是说 他们已经寻求 法律的 那个管道 走程序 走完程序之后 在整个过程里面 这一半人 把那个 控诉 那个 suratun tuttan serve过去 给director 不超 不才 不累 不看 斯尼也给我 看了一堆的照片 就是他们 serve过去 那个document的时候 而且是 把所有的 那个地址 都serve一轮 就是 company的register address business address 甚至那个 director的住家 都已经把 那个文件 全部递送过去 诶 成立啊 这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 今天你们 录这个 YouTube video 我说是 OK 因为你们 做的东西 都是 依法而行 你们没有诽谤 你们 已经 把所有的文件 递给了 被告人 或是 被告公司 然而公司 不单止 没有 出庭 来 抗辩 消费人 仲裁 也是一个 法庭 他们有 那个责任 出来 抗辩 如果 控诉人 或是claimant 所讲的 有误 他们绝对 有那个权利 来抗辩 但是他们 没有出息 完全没有出现 为什么 这个东西 serve过去 他们没有出现 联络不上 等等 没办法 为了寻找 他们的资料 是你就去做 SSM search 把他们的 那一个资料 找出来 所以我们 拥有了 他们的 那个个人资料 包括他们的 身份证号码 地址 找出两个股东 也两个director 所以他们 就是要为 这个案子 负责 完全不理会 没事 就继续 把这个case 呈上去 消费人仲裁庭 消费人仲裁庭 看了所有的 service 没有问题 就granted 一个 tribunal award 所以这个 tribunal award 是什么 法庭听令 我们有听令 不是空口 说白话 有这个听令 你在14天 里面就要还钱 不然的话 罚款 以一万块 算起 现在他们 根本 没有任何的回应 Now 我不断断 被人家 拉进去 这个案子 我share了 是你的post 结果我的facebook 被ban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的错 我的facebook 被ban 你知道几严重吗 你昨天还是有开直播 有救回来了 对 后来我就去facebook 上诉 两个小时后 我facebook就上诉得知 解封了 Now facebook 你不能post 个人的资料 电话号码 和身份证号码 可能是基于 这两个原因 被post 但是 是你的post 为什么还能继续 share的话 因为它有 tribunal award 来support 所以我可觉得 facebook可能是有去读 是你的post 所以他的post到现在 share还是没有问题的 直到今天的八点钟 八点之前 好像六七点钟 八点早上 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是谁我不知道 在五月十二点的时候 就post了一段文字 在市里的facebook那边 如果你不在早上八点之前 拿下来 你就会收到马来西亚高庭的信件 哦 这个是代表什么东西呢 是你 share了一个post 然后突然间 给人家有一个 坦白讲 警告我 这个是一个恐吓 而且很明显 写这个post的人 是没有读过书的 为什么 高庭绝对不会得空 没事做写信给 是光神 普通市民咯 真的 恐吓 也要读书一下 坦白讲 很明显 这个负责人是 没有读过书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会开名字 but the fact is 他写这个post 在法律上 有什么 那一个元素呢 首先 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 他的那个留言 是不会吓到 而是会笑死 为什么呢 他承认 整个案子 他也 在他的留言里面说 已经了解到 是你所写的一切 意思是说 我承认了 他已经承认了 有一个proceeding 就是有一半的苦主 向他说赔 他说 只要你把post拿下 我一个星期里面 就跟你们settle 意思是说 他很清楚了解 甚至acknowledge 整个案子 整个proceeding 然后他可能不是在恐吓 他是在哀求 撕你拿下 那语气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原本 我也不想理他 但是没有办法 看到有人送上门 难道你不吃他吗 结果我就出了一封律师信 跟他说 谢谢你承认 以上的事实 也感谢你 acknowledge 以上的那一个论点 现在 我们给你一个 七天的时间 来settle 你欠下的那一个 债务 你的那一个欠款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执行 风雷扑头 我们就去go ahead with execution 因为这个acknowledgement 已经很足够了 说真的 只要我把print out 这个acknowledgement 放去 affi david 你们去 magistry court 你就可以去执行了 所以从 二八律师的 这个 专业的角度来看呢 你是觉得 那一个 statement并不是 由律师写出来的 可能是由 肯定不是 他就刚才讲说 他会笑死 肯定就不是 如果 没有律师会这样傻 在那个post下面留言 我觉得 更加不会有律师会这样做 说真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对母子 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谁 他的母亲 也是一个大的商店的股东 请你们出来面对一下 好不好 你的资料已经满天费了 还有不要说高诽谤 请一个律师高诽谤的话 你不如把钱还给苦主 苦主们全部都有 那个tribunal award在手 你一天不还他们钱 他们每天都好像 噩梦这样 来找你 你们这两母子 不要推来推去 推不到的 你做妈妈的 伸出一个 妈咪boy出来 一个不会做生意 但是要学做生意 结果搞得要 是不是出来要处理一下 现在苦主们不是空口说白话 也不是说你们诈骗 是你们生意手法出了问题 你们乱乱forfeit 人家的deposit 你要forfeit人家deposit 是要有一套程序 首先 证据在哪里 你说人家 你的车证据 修理 多少钱 等等 还有 换management is not a reason for avoiding the tribunal award 你换不换management 挂我们批事 对不对 不是我们的问题 出来应对 出来解释 一句话说 没有钱给 可笑 可笑 anyway 在我的当事人的楼下 那个facebook那边 留言恐吓 这个这笔账 我们记下来先 慢慢跟你们玩 真的 然后 这个事情 是贯服着一堆的苦主 你说是社会公众的利益 我不敢讲 但是至少是 affect到一大群人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社交媒体 透过YouTube 把所有的苦主 联合一下 我看我们可以 开很多班 所以我是奉献 被告人 出来应对 不然的话 你真的很不得空 就像二八律师所说的 这个 如果你作为 这个公司的director的话 一个shareholder的话 那你真的 就出来面对他 解决他 放下他 如果不是 是你挺身而出 来去揭发这个问题的话 很多人其实 如果没有 那个取到 大家都会是 雅兹赐黄连 所以当时是你 为什么你会要想到 要去做这个行动 要站出来呢 OK 就很像我 我刚刚有提到了 因为我其中的一个亲戚 他是受害者 所以我会先知道 有这样子的一个手法 可是我发现 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 我更早之前 就是我们不是第一单 我们是很后面了 但是我可以说 有TTP 大家会去申请TTP 是从我这里开始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不清楚 马来西亚有Tribunal这个管道 他们不清楚 其实我们消费人 有一个所谓的消费人仲裁厅 可以去申诉跟抗辩自己的权益 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 去报警 去报警 然后确实有很多的 好几个受害者 不要说受害者 好几个侍族 好了 他们确实是在 还没有跟我联系之前 就有跟我说 他们之前已经报过警了 可是警方都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那警方管不到吧 这样子的话 很正常啊 警察因为这个是民事案 对 就是警方只管刑事 他不管民事 他这个不是民事 这个不是刑事 是民事案 警察根本就无从下手 就算要帮你怎样帮 都没有留 没有理由 没有依据啊 没有一个法律根据 对 所以你会看到 马来西亚民众的一个 可能一个立刻的 第一个想法跟common sense 就是去报警 就算包括在那个 已经公开自己的经历的 那个女事主下面的留言 很多人讲说 去报警 去报警 但是很多人都讲说 报警就没有用 然后后续 就是前面那些 遭遇了这样子的事情的人 他可能也做了 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他不知道 去报警嘛 那至少要去报警了 可是报警了之后 警方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那所以他就继续 他的生意模式咯 生意模式就继续下去 然后再有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说 大家对于 fall in tribunal的 这整个过程 其实是很 很害怕的 我讲的害怕是 因为 我可以说 我们每一个拿到 tribunal的氏族 他都经历了 至少两到三个月的 这个时间 因为首先 你要先写一篇 常常的 去describe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什么事啊 你欠多少钱啊 为什么你的钱会不见啊 他是怎么样跟你讲的 这整个事情 然后第二 然后你fall in了之后 你fall in的费用很便宜吧 只要五块钱 五块钱就可以fall in这个东西啊 然后 你fall in了之后 你就要等到 这个 他们给你一个 就是 接受理你这个案子嘛 然后你就要去 去交那个文件 交了文件之后 你要等上庭 然后这个这样 一来一往的过程里面 大概就需要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而且有一些人就是说 我们家里就是 双星嘛 就是老公跟老婆 都要上班 那我 他当天叫我上庭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请不到假 我就一拖 就是tribunal是可以改时间的啦 就是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 就拖到两三个月 长的时间去了 所以很多人 其实你说 有没有人在走tribunal 半途就放弃 也有 因为 真的是 很难啊 所以为什么 我会有这个group 把所有的人 因为这个group 其实是从去年就开了 我从去年 就把这些人集结起来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一定要走 你们一定要走下去 然后大家也会在group 里面去分享说 我今天有送去这个地址 然后这个 发官讲 这个地址可以 就是大家会互相 通报一些自己的 message的资讯 然后 当然你看到group里面 有人已经拿到over letter了 你就会feel 就是有动力 也要继续走 走这个程序下去 但是你会发现说 这就是我们 国家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明明有这个 申诉的管道跟机制 但是一般的民众 其实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我们有这个方法 可以去走 再讲一次 那个亭叫 那个东西叫 消费人仲裁庭 TTPM 他就是在那个 贸效局下面的一个 单位 在KL的很方便吧 KL的就在那个 不是 是KL Putra KL Putra 对他在KL Putra 那一边 的那一栋楼上面 所以其实是 其实是 走这个程序 很让人 很让人心累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 因为他们的金额 就像 一开始我找28律师 你不要玩啊 这个金额 你不要浪费钱 请律师啊 跟我讲 没错 因为那个金额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千两千 小额到一千两千 然后到 我目前接触到 最大的市主 是两万块嘛 可是你拿两万块 去请一个律师 你得不偿失啊 那个ROI 好像 Return of Amity 好像是不 对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我报警啊 也没有一个答复 我请律师 我都不懂 拿不拿得回钱 之前 我就要先 再出一笔律师费 他们就不会愿意啊 所以 这个模式就有一点巧妙 就让他们 一直运转到 用这个 生意模式运转到现在 主要是利用那个 人 人们啊 就pass的那个心理 而且那个金额 说低也很低 但是说高呢 你好像又可以 努力一点又找回来 所以大家就不了了之 然后他们就一直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然后 就让他的生意模式咯 就这个 这个game 就能够一直玩下去 就像刚才 是你一开始所说的 他们甚至在一些 Reading Expo 那些婚姻的展览会 里面有自己的摊位 而且还去办这个 抽奖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要问 二八律师 因为他们有一个问题 是怎样 他们的执照里面 就他们SSM里面 是没有那个 所谓的注册执照的 注册的话 你需要申请 特别的那一个 资照 那个资照 首先这家公司 有来生 租车出去吗 因为你是租车哦 那个车的owner是谁啊 因为你要 发放租车的 那一个 你的车子 首先是租车在公司 然后你的车子 是商用车 还是个人私家车 还有车 是不是你公司的名下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Langkawi的那些不同 Langkawi的那些 他们的车 都是中下 普通 Iswara Myvi啊 等等 而且他们的公司 都是已经运转很久 而且他们都有来生的 Langkawi的 是你有问过 有通过一些管道 通过一些管道 理解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其实要申请到 租车 营业的这个来生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对呀 因为它是在 交通部跟旅游部 两个部门同时 管辖之下的一个部门 所以它就变得 有一点 有一点模糊的地带吗 我不确定还是怎么样 我曾经接触过 有几个商家 要做这个生意 才发觉到 原来租车 你要两个部门的申请 交通部 和旅游部 你看到现在的 Sowcar 这些 就是用Apps的那种 用Apps的 这些正规的一个Apps租车 他们都有特别的执照 运营执照 所以你说的那一家公司 我是不觉得它有执照 它的SSM上面 看起来是没有的 当然 如果它有的话 我现在挑战你们 拿出来 真的 如果有的话 拿出来 对人家放肯的话 真的 如果这个公司 如果是有执照的话 请你拿出来 我立刻道歉 我现在挑战你 拿出来 如果你真的有执照的话 我道歉 说真的 但是如果你说你要租车的话 你必须是owner 你的owner是这个公司吗 这个公司旗下 是不是拥有这些好车 还是这只车 另有主人 如果是另有主人 就是私家车 私家车 不能租出去的哦 你一定要是商用车 如果你要把你的车子 称为Grab Car 你也是要向Grab租车 不是吗 还要经过Busparcom的验车 每年都要验的一种 所以你作为经营这个 租车公司 尤其是豪华车 请问你有两个单位的批准吗 就是政府的单位 还有Busparcom的单位 所以在他们的车 他们什么车款 什么车牌呢 其实不难看到哦 当然他们现在在Facebook上呢 可能已经隐瞒了 但是在Instagram 我昨天查的时候 还是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车的 比如说是 一些就像Tesla Masarati 我们就能够查到这些车主 后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也呼吁 如果这些车子的车主 被牵连下去 你现在最好出来澄清一下 说真的 因为这个东西会越挖越深 不要吧 我们就很期望了 这个市主 能够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们就出来诚实地面对 把该解决的事情 把该退的那个钱 就退给他们 然后就让你的人生好好走下去 不要把一个民事案件 然后让它上身成为一个刑事案件 就像刚才二霸律师所说的 你的车子这样子拿去租的话 它其实是放了一个刑事案件 刑事的一个条例来的 你是以私驾车的方式来牟利 在公在私 你都是错 而且 我不知道这个公司是哪来找一个这样的idea 可能它上太多课 我不知道 在结束之前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那家公司 它其实是在一个住宅单位里面运营的 然后它也 它也蛮巧妙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把它的company job 也印了那个住宅单位的名字 就是说 别人可能还要很辛苦去举报说 就是它有没有在住宅单位里面做生意 可是因为它就已经印在那个job上面了 所以是一个很strong的proof 然后其实那一栋condo的management office 其实跟我们这一群苦主是有联络的 然后是他帮忙我们去hand in 这些letter所有的东西 然后呢 他就说 他就有说 他们其实已经有去找MVPJ 去投诉过这一家 这家这户人 他们在住宅单位里面做生意 但是MVPJ的一个回应好像是说 我们确实是不允许 我们在住宅单位里面做生意 但是我们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惩罚的条款 就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罚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所以没有办法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把那个事情解决了 所以今天 无论是刚才是你所说的 你把一个住宅变成一个办公室 或者是二八律师所说的 你把私人车变成一个 商用车的一个用途来说 那我们不懂 不过在整个事情上 我们觉得你可以还是呼吁出来面对 还是不要出来面对 就不要不三不四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手法 去试图去平息这个事情 我也很希望这一次的案件 他们会出来面对 而且我也很希望事主成功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觉得大家已经对我们的司法机构 然后对我们的执法单位 其实没有什么信心 我这里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说有一个苦主 他之前也是 他之前也是有报警 然后他报警了之后 他好像不是走TTPM 他好像是走什么 小额赔偿 什么small small pain procedure 对对对 然后他也有赢 然后可是赢了之后 他也不敢再继续 他有去价还钱 但是他都不还 他都不理 然后他也不敢再做进一步的东西 他就说 因为我们租车的时候 有给他IC 有给他license 他们懂我们住哪里 他们懂我们 就是德加 我们不好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会很担心 我们的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或是什么 然后他甚至有想说 其实他对 他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执法单位 其实不太有信心 所以我其实觉得 如果这一次 这件事情可以透过 Tributor的方式去解决 然后真的可以 让这些苦主们 这些市主们 都得到自己 应该辛辛苦苦 抓回来的血汗 钱拿回来的话 我觉得会是给大家一个 很大的估计 就是说 很激励大家 就是你只要愿意 去跑这些程序 虽然没有这么容易 虽然过程中很长 你要来来回回 你要花时间 但是你会得到 你应有的这个权益 你可以维护到自己的权益 而不是说 我跑了 也是大口感 这样子 这样好了 就感激你可以 把所有的苦主 以前一个人走 现在是一群人走 可能背后的话 还是看到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恶霸律师 还有一个恶霸律师 在顶着你 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 William有什么东西 要补充的吗 分享一下 不用怕 我的IC 整个咕咚巴Q 都挂着了 说真的 我的地址 我的电话 我每天都在被人家 在骚扰 我还是打横走 所以基本上 是不用怕的 有什么事 打电话 叫警察叔叔 就可以了 相信警察 不怕的 真的 这些人 如果真的是 赶来的话 他已经把钱赔给你 你以为 找人动 你不用钱 很有道理 如果他真的有能力 去骚扰你的话 他不如赔钱给你 他连赔钱给你的 能力都没有 你觉得他有能力 去找人来骚扰你吗 你以为 找人免费的吗 也真的不太 也老实说 那个钱 也不logic 那个ROI不符 不可能的 所以 不需要贪心太多 也不要看太多TVB 好 那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是你还有什么东西 要补充吗 没有 好 所以我们录这一个 影片的最绝的目的 除了第一方面 是要警惕大家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要再谨慎 谨慎 再谨慎之外 也要呼吁 当事人 出来面对 好好的把事情解决 那我们就可以 借到欢喜了 对 那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 分享 还有subscribe我的频道 那我是李伟康 我是史尼 阿爸 是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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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